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亲爱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府华语新闻 我是记者张成成 在马里兰州蒙郡为您现场报道 一年一度的大专联野餐聚会 大专联一年一度的野餐聚会活动于5月2日上午在马州蒙郡的黑山公园举行 自1993年以来 联合会在马里兰州黑山公园举办的大型野餐文体聚会活动 已经成为了增进会员情谊 促进彼此交流 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平台 为联合会的60多个校友会和俱乐部以及八方朋友提供了一个联谊交流的绝佳机会 今天的天非常好 和我们的心情一样 希望大家在美国生活的开心快乐 事业顺利发达 谢谢 各校友会为自己的校友们精心组织了多项文体活动 并准备了丰润的食品及烧烤 这个烧烤活动是我们大专年的一个传统项目 有将近20年的历史了 我们每年都有上千的人在这里 这是大专年为各个校友会提供的一个就是大家聚会的好机会 而且你看看现在春光明媚 风景也特别好 所以大家出来到户外来 户外来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时期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 除此之外 联合会还牵头组织拔河比赛 沙滩排球等趣味活动 黑山公园的自然条件使得喜欢运动的校友们可以在公园里跑步 登山 骑自行车 多处的儿童游乐场更是为孩子们提供了丰富的野外活动的空间 那么我们希望通过我们搞这些活动呢 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就是我们发挥这个校友会的作用 那么通过无想交流 都是丰富我们的社团活动 今年野餐会的经典品牌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支持 多位华府知名商家和友好人士为这次野餐活动慷慨赞助 再加上经验丰富的大专联团队的精心筹备 今年的野餐会比往年更上了一个台阶 我是中山大学的校友 我基本上呢 也有机会 有哪一年有机会我都会来参加 我参加了好像很多次了 也跟我先生啊 孩子以前也来参加过 我认为这个机会呢 就相当难得 很好 今年的大专联野餐聚会呢 看起来比往年更加的热闹 活动更加的丰富 参与的人数呢 也更多 那么春天来了 户外野餐呢 的确是一个有益于身心的活动 那么除了呢 可以让人们在紧张的工作 繁忙的学习之余呢 可以有一个机会抽身出来 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 享受美食 同时呢 也可以促进和家人和朋友的感情 那么您是不是也已经有了自己的野餐计划了呢 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我是记者张杨征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新闻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